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与人闲话 前面我们花了两讲的篇幅 介绍了奥地利的象征主义绘画大师克里姆特 也分享了他所创立的维也纳分离派 我们还给出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分离派组织的诞生 对德国的表现主义绘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他的创始人克里姆特 是个不折不扣的象征主义画家 他的独特风格是象征性装饰性与色情性 而且他在作品中大量引用和借鉴的 是败暂停和日本的艺术元素 而表现主义所应该有的德国元素 比如英语冷酷的北方哥特风 比如面对女性正常欲求时的恐惧和厌弃 在克里姆特这里却找不到一丝痕迹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 他对女性的态度可是贾宝玉师的存在 这又怎么解释呢 答案就在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克里姆特的弟子 席勒这里 同样才华很易 但短命的哀公席勒 成为了维也纳分离派 乃至整个表现主义绘画的杰出代表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 还是请新来的朋友点赞分享订阅本频道 感谢大家的捧场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分享 习勒于1890年出生于距离维也纳 只有30公里的一个叫图伦的小镇上 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他的父亲阿道夫习勒是任职于 奥地利国家铁路局的火车站站长 他的母亲叫玛丽席勒 是来自于波西米亚的杰克克鲁姆洛夫这个地方 到了上学的年龄 父母安排席勒去了一所由修道院开设的学校 席勒从那时起就表现出了很厉害的绘画天赋 画什么像什么 当时他的美术老师就已经发现他的艺术天分 并支持他朝艺术界继续发展 但是他的父亲还是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来安排儿子的未来 这也是古今中外大部分家长的常态 他父亲就想让他长大后去当个铁路工程师 他的父亲显然没能理解铁路工程设计师和艺术家之间的区别 这样一来习乐对绘画的痴迷与父亲对他的期望 就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摊上个这么不肯学习的孩子呢 这个习乐的父母解决办法就和今天许多家长一样 感觉这不是儿子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 于是就开始安排儿子频繁转学 每一次转学都留一级 希望习乐像个出了毛病的电脑一样重启一下就能好了 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 习乐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还因为另一件事情而大大加剧了 什么事情呢 习乐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哥弟之间过于亲密 以至于他们俩单独在房间里的时候 父亲经常会用力撞开门 看看这个兄妹俩到底有没有做出什么乱了钢肠的事情 习乐和妹妹哥弟到底有没有乱伦 这个呢我们说不清楚 但即使没有那层关系 这兄妹俩也确实有点精似害俗 比如习乐给哥弟画了很多裸体画 这幅亲密的女人已经算是尺度最小的了 再比如17岁那年 习乐领着13岁的妹妹跑到父母当年度蜜月的地方 开房过了一夜 1904年 习乐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变故 他的父亲因为梅毒并发症去世了 而且呢因为临死前啊已经精神错乱 还把家里的股票啊钞票啊一把火都给烧了 这一下家里的经济状况也难以为继 他的舅舅呢成了他的监护人 他的舅舅奥尔虽然对习乐不愿好好读书感到难过 但他呢也认同习乐对艺术的热情与天分 1906年习乐进入了克里姆特也曾经读过的维也纳艺术工商学校 他在那里就读不到一年 由于学校的多位老师推荐啊实在是个天才 他就到了维也纳美术学院就学 学习油画和素描 记录显示啊1907年的时候 希特勒也去报考过这个学校啊 但是被学校拒绝了 因此啊曾有传言指出 希特勒和席勒是彼此相识的 大家都知道啊 希特勒呢在参军前也是一个不得志的小画家 席勒虽然进入了维也纳顶级的美术学院 但情况也并不乐观 他遇上了一个特别传统 特别死板的老师 格吕彭克尔 这个老师啊不喜欢学生 格吕彭克尔给希特最高的分数 也就是个C 学生呢也不喜欢老师 希特勒在日记里写道 我掉进了无穷镜的坟墓中 我那些差劲的老师全是我的敌人 所以啊在美术学院待了一年之后 希特呢几乎就不怎么上课去了 希特不符合学院派的要求 但他的绘画天分却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看希特那个时候的几幅风景画 可以明显看出他在努力学习来自法国的新潮流 比如印象派风格的林间小溪 新印象派风格的草地上的花和树 以及后印象派赛上风格的乡村和夏奥地利风景 看他的这几幅画 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和他的老师相互不喜欢 对学院派的讨厌就迅速拉进了希特和克里姆特的关系 1907年希特拿着自己的作品去克里姆特的画室求教 这个克里姆特一看对希特的才华大奖赞赏 说你有太多太多的天分了 克里姆特对希特的欣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他不仅为希特安排模特介绍收藏架 还在第二年为希特张罗了一场画展 对于一个大学在校生来说 这实在是莫大的荣耀 也正是从这一次画展开始 希特走进了大众视野 后来克里姆特还邀请希特加入了维也纳工房 希特这个人特别臭美 最大的爱好就是照镜子 所以他在维也纳工房中的主要工作就是设计男装 但其实克里姆特对希特造成的最大影响是精神与思想章的 因为当时弗洛伊德也在维也纳 而且是克里姆特的好朋友 1899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梦的解析 1905年又发表了《性学三论》 精神分析学说算是正式出炉面试了 而发人深省的是 作为好朋友的克里姆特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 在他的作品中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而对于希特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 虽然后来造就了他成为表现主义绘画大师的地位 然而喜乐get到的却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那些负面的影响 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成长背景良好 性格健全开朗的克里姆特 虽然也遭遇过挫折与困难 但他所展现的精神却是积极开放的 而像蒙克、喜乐这些成长过程中充满挫折 本性不健全的充满了负面能量的人 之所以能成为表现忧郁、冷酷、恐怖、厌弃女性的表现主义大师 他们本身从弗洛伊德理论中所感同身受的 那全部就是负面元素了 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弗洛伊德的学说 一、潜意识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心理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意识、潜意识和潜意识 意识是人们能够直接知觉到的思想和感觉 潜意识是包括那些暂时不在意识中 但可以被召唤到意识层面的记忆和知识 潜意识是心理活动中最深层的部分 包括被压抑的欲望、恐惧、冲突 以及从儿童时期遗留下来的本能驱动和愿望 潜意识影响人的行为和情感 但通常不能被人意识到 二、三重人格结构理论 这一理论将人格分为三个相互作用的系统 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是人格的原始部分 包含出生时就存在的本能欲望 哪如信誉和攻击性 本我遵循快乐原则 寻求及时满足 自我发展于本我之上 是人格中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自我遵循现实原则 试图满足本我的欲望 同时考虑外部世界的限制和后果 超我呢 包括内化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 是超越人性的反应 超我评价自我的行为 并以内咎或自豪等感觉作为奖赏 三、性本能理论 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序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认为 本能是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 在他的早期理论中 性本能是最核心的本能 弗洛伊德认为 由于社会和文化的约束 许多与性有关的欲望被压抑到潜意识中 这些压抑的欲望可以通过梦境 言语失误或象征性的行为方式表达出来 在弗洛伊德看来 性本能的表达和满足对于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压抑或扭曲的性欲望 可能导致心理疾病和行为问题 说白了就是意识分三层 意识、潜意识和潜意识 人格分三块 超我、自我和本我 意识的内容来自于社会习俗的灌输 并在人格中形成超我的部分 而人的动物性也就是性欲 则埋伏在潜意识中 在人格中对应的就是本我的部分 而自我则是一个战场 为本我和超我的厮杀提供场地 其实这样的理论在基督徒看来并不新鲜 你这不就是把圣保罗 早在一千九百年前写下的 灵与肉的征战给世俗理论化了吗? 对,就是这么回事 用人类理性来解释圣经 这就是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干的事 不是之前流产一个说法吗? 说一群哲学家和科学家 穷尽一生之力搞研究搞理论 如同攀登一座高山 等他们好不容易感觉要攀登到山顶的时候 却发觉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 因为山顶上早就有一位神学家在等着他们 说回主题 当时欧洲人把人的各种精神障碍都叫做神经观能症 人为什么会得神经观能症呢? 弗洛伊德说就是因为超我太强大了 打败了本我使得代表本我的信誉 也就是利比多被淤积 从而转化为种种躯体症状 那么你说在德国人看来 法国人和德国人哪一个更容易得神经观能症呢? 当然是德国人 因为德意志民族的超我非常强大 总能战胜必俗的本我 然后呢? 然后利比多就淤积了嘛 弗洛伊德的这套说法在今天当然有很多争论 但在当时人们却认为这是了不起的科学 既然是科学那就得分类 不能像梵高和提奥那会儿 编个精神崩溃就解释一切了 那么神经观能症分几类呢? 按症状总共分五类 就是神经衰落、焦虑症、恐惧症、强迫症和躯体机能障碍 前面四类都比较好理解 最后这个躯体机能障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表现 一种老是怀疑自己有病 天天跑医院检查这儿检查的 我感觉这种人现在是越来越多 那么还有一种是干脆就出现了身体功能上失 瘫痪了不会说话了 这是真正的机能障碍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聊神经观能症呢? 因为神经观能症的几个分类 焦虑、恐惧、强迫和机能障碍等等 这些正式解读席勒作品的钥匙 我们看喜乐的这幅爱福 构图和主题明显是来自于克里姆特的文 但是克里姆特笔下的人物是甜蜜的、陶醉的 而喜乐笔下的人物却是紧张的、悲伤的 如果我们不了解精神分析和神经观能症的分类 就无法理解喜乐为什么要把自画像和裸女都画成残缺的样子 你就算再变形再夸张 好歹也要画个四肢健全的人吧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喜乐是故意把人体画成残缺的样子 他所要表现的就是人性中的负面元素 克里姆特于1909年在维也纳举办了一场大型画展 他特意邀请喜乐参展 喜乐在那里看到了爱德华蒙克、文森特、樊高等人的作品 激动的简直就想就着画干一大杯啊 人逢知己千杯少啊 同时许多人开始注意到喜乐作品中那种不安定的情绪 1911年喜乐与17岁的沃利相识 那么这个沃利是谁呢 他呢曾经是克里姆特的模特 也是他众多模特情人当中的一个 他与喜乐相识后就开始在维也纳同居 并担任他某些知名画作的模特 而且他们两人后来为了过亲近的二人世界 就去了喜乐母亲的家乡 捷克的一个小镇上居住 但没过多久他和沃利就被当地的居民赶出来了 原因是他们那种生活方式与当地人格格不入 当地人尤其无法容忍的是喜乐雇佣了当地 数名十几岁的少女担任模特 并且还有伤风败俗的行为 这还了得完全是教唆不良少女吗 于是他们就被赶了出来 那么被赶出之后呢 他们又搬到在维也纳西边的一个小镇 叫辛伦巴赫 并在那里寻找灵感和便宜的工作房 但是本性难移 喜乐不减点的生活方式又一次激怒了这边的居民 他的工作坊还成了当地小流氓聚集的场所 1912年春天喜乐因勾引未成年少女而被逮捕 警方前往工作坊逮捕喜乐的同时 也扣押了一百多张被认为是色情物品的画作 开庭审理时喜乐诱拐少女的罪名被判不成立 但由于在幼童可接触的公共场合展示色情图像 喜乐被判有罪 在法庭上法官甚至直接用烛火将一幅令人不愉快的画作烧毁 在狱中喜乐绘制了十二幅画描述被关在监狱牢房中的不适与不宽 大家看看一个人要神经观能症到何种地步才会像喜乐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为人和如此负能量的作品 当时又怎么会大过成功 并成为被主流艺术界接受的一代表现主义绘画大师呢? 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述 请喜欢的朋友们点赞分享订阅本频道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